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开心也很荣幸可以来这次参加 尼龙和雪晶的这个社团的一个活动 那我觉得它很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新兴力量 让我觉得很青春很阳光很热血的感觉 我其实是第一次来成都 然后呢昨天晚上到了之后 也有出去吃了那个成都的火锅 以前因为可能一直都很想吃 但是没有机会 昨天是第一次吃到成都的火锅 真的很棒 我觉得成都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城市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 那我觉得也有了解到他们这里的建筑啊 还有一些环境啊 包括我今天下午也想要去逛一下 应该那个是宽窄巷子还是哪里 就是一些比较有成都特色的一些地方吧 我刚在横店拍摄完 那一个女性仙侠的古装琉璃美人煞 然后呢 那也会说会在今年的年底 或者是明年年初也会跟大家见面 包括今年拍的江燕二也会跟大家见面 那我很期待大家可以在这些新的作品里认识更多的我 我觉得2019对我来说很丰富 因为我的前半年可能一直都在剧组工作 那完成了江燕二拍摄的琉璃美人煞 让我觉得很充实 虽然有很大的压力 但我觉得我不断地在挑战自己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 那最近可能才刚刚会空下来一点 但也会拍一些杂志 然后参加一些通告活动 我也会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包括明年的日子 都会是一个很充实的状态 我觉得希望在生活中 可以更加地找到一些自己 然后可以很丰富一些 然后也可以就是带更多好看的作品给大家 感谢观看